现在我在阿姆斯达 今天我要去奥斯多参加一个展会 这个展会叫EVS 就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新能源车展 今天我要看一下有什么中国的公司来的 我还想采访全世界的人 问他们中国的新能源车怎么样 不错 阿姆斯达到奥斯多要差不多两个小时 阿姆斯达到香港 小朋友 小朋友 你工作了吗 是的 好呀 哪里的轮廁 不在那里 这就跑只有巴斯高等吗 是的 我觉得 你工作这里吗 喜欢吗 是的 你想 покуп一个吗 我喜欢我可以 你可以买一个研究的海会 那是不是 你可以在个未来的那种车的车子吗 不在未来我认为 但它是有趣的看到他们 他跟他们有些年级多了 我们有停车吗? 你喜欢车吗? 是的 我喜欢窗户 你走到车路上吗? 我感到感到感觉 我真的没有车车车 我现在是70年级 你现在是70年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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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的 卖充电章 那我觉得在这里有 各种人卖充电章的 为什么卖你们的 我们奥特本来是做 诊断设备的 就是汽车诊断 就车里面有哪些故障 我们有自己的那种平板电脑 去做诊断 所以我们把我们多年的 诊断的经验 现在移植到充电这部分 难点的话 还是说对客户的需求的了解吧 因为一些 比如说一些你的审美上 你可能中国人想象出来的东西 设计出来的东西 可能这边的客户 他觉得美观上 他没有办法接受 你对审美是有不同的这个标准 然后再第二个就是 要适当地去了解 他们的使用习惯 就尽量做到简单 我觉得在应用上 比如说像APP这种东西 可能我们中国的用户 稍微复杂一点 他也可以去琢磨明白 但是对欧洲的用户 我觉得还是越方便越好 这个可爱你看 你是哪个国家来的 德国的 德国的 是这个展会的 我们这个展会的明星产品 它是属于那种 Mope scooter 开它的话 在很多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看车好不好 看门对吧 感受一下这个声音 感受一下门的重量 坐到里面呢 你们会发现空间很大 可以啊 对是的 而且它后面比较大 你可以放 你买菜也可以 带人也可以 你放狗也可以 理论上可以跑一百 但是如果实际上 各种路况都有的话 可能六十到八十公里 就是在这里 或者可以外出吗 可以外出吗 可以外出 这是孩子梦想 中午的电动公交车 我们看一下 椅子也是很舒服的 不错 上车上车 我们出发 这里是Sungrow Clean Power for All 我们是Wallbox Inverter 还有Battery 这个市场 其实我们还是很有优势的 光伏的店不是白天有光吗 你一般白天不在家吗 除起来晚上充电 晚上别的都可以 这个都是中短客户的产品 这个就Home Charly 因为这个在德国呀 荷兰 比利时 包括法国这些地方 卖特别好 我们叫Hybrid Inverter 就是它也能联系 也能联系 也能联光服 也能联这个储能 两个都可以联系 我们下车上车上车的车 下方的電源是有機器的 但我認為當你在真正的電源 你不需要拖延這些電源 啊 你只能按照按鈕在車上 它會幫你 啊真的嗎 你會試駕駛的DUOMOTOR 跟 Performance Package 哇 所以我們要走到路上 你要走到路上 所以我們可能回到五時 是OK嗎 我会被困难 我会被困难 Hello Google, show me the way to Germany Sorry, I didn't understand Maybe she's in Norwegian, I think 我会被困难的 我会被困难的 It's very sportive 我会被困难 Hi, welcome back to our second product launch 我会被困难 我会被困难 Hello, you're making an amazing job Yeah, thank you Can we make a race together? Definitely You can follow me